其实我看到月星节奏的第一步的时候 我觉得新闻界的人都已经很佩服 就是从新闻圈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像置业 因为说事业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德语式 我觉得像置业就是你开发出你的全实物 然后出一本书两本书 然后在台湾在华人市场在对岸 然后接下来你到各处去跟大家讲说 这个application书上怎么应用 我觉得做到这边就已经有点像传教士了 你是怎么样后来又继续不断 你是性格里面什么样的一个特质驱动 你就越来越深入 然后一肩扛起这个癌症关怀基金会里面的这些计划 我想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从不健康走向健康 然后我从一个癌症病人的家属 我亲生经历过那种恐惧无助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我们又后来又得到了健康 又得到了幸福 然后我想说这可以给其他的癌症病人多大的鼓舞 然后我想说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在我们身上有效 一定也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对他有了像宗教一样的信仰 我就觉得说这么好的福音 我怎么能够不传给别人呢 就像我的师父圣言法师说 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这么少 那我就说全食物这么好 精力汤这么好 知道的人这么少 会做的人那么少 那我就应该去帮助别人 还有以前我的师父 他做很多真的 他帮助了很多人 包括帮助了我 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所以以前师父每次在讲说 你们就要跟着我来做公益什么的 我老是觉得说师父不是我不是我 我还没准备好 千万不要看我 其实我们都会常这么想 今天没有准备好 对 可是到现在到我现在 就是在前一阵子 忽然就觉得说为什么不是我 那尤其是师父走了以后 我就说 子子总是要有人继续做下去 我就想说也许该是我 应该是回馈的时候 因为以前也是享受很多 享受别人很多的付出 所以现在是想 该是我付出的时候了 所以即使不是真正的 跟死亡面对面相遇 但是当我们感觉 差点跟死亡擦身而过的时候 他常常带给我们很多 活着的时候的功课 想着说这个时候我怎么样 活得更有意自己有意别人 应该是 对 但我觉得 约定姐最不容易的是说 我们就很简单 就从精力堂这一位 开始这样吃好了 你有很多两本全食物密码 还有别的书 我最近出的是 每天清除癌细胞 是 你是怎么样的去把这样 一方一方的配出来的 其实都是好玩 我跟你讲 我其实也是一个好奇宝宝 你知道吗 为什么书那么吸引我 因为书里面有好多 好有趣的姿势 资讯 然后我是非常好奇 所以当我开始尝试精力堂了以后 我也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情 我心里就常常会想说 这个有这个营养 那个有那个营养 它们两个搭在一起 会怎么样呢 我每天就像变魔术一样好玩 然后说我想要它的营养 可是我又想要它的口味 我怎么样把它们搭在一起 让它变得好吃 又有营养 所以我觉得我每天都像玩游戏一样 就像我当初做华世新闻杂志一样 很多人觉得说 你怎么那么辛苦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我就说真的 我觉得我玩了16个小时 因为我觉得我好喜欢它 你又采访又写稿 又剪接又配音在那个时候 然后还在政大教书 对 我反正就是像 我就觉得说它开启了一方世界 让我深深的着迷 也就是声音 语言 画面 可以这样子的综合 然后可以传递出很多的知识 而且可以touch touch到很多人的心 我觉得这太好玩了 所以全食物也是 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 可以让我们吃得很方便 然后补充很多 我们应该要有的植物的营养 我就觉得说太有趣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去学 在这一个探索 跟确立的过程里面 你原来那种追根就底的精神 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支撑 对 我总觉得 就像我刚接华市新闻杂志的时候 没有人看 他们会说 这样的节目怎么会有人看呢 可是我看到 美国六十分钟 一直是Top 10 收视率很高 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做到那样 就能够好看 所以我就会去研究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相信你只要做对 有一天你就会走到 那这个食物也是 如果我找到一把钥匙 我知道食物就是解开 我们健康的一把钥匙的话 那我既然找到这个钥匙 我就会去把它 磨砺得很好 让它能够打开那把锁 所以我想说既然方向对了 我只要一步一步走 我终于就会能够走到 那个殿堂上 我们来看下面这则报道 我们会看到像传交室一样 刚刚前面一则报道 看到一点点 我们看到到处去找 真正好的食材的 有机的 然后有益健康食材的月清节 我们也会看到像一个学者一样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自己关在书房里面 跟厚厚的一叠书 跟很多很多的专业的教材 奋战的月清节 这都是陈月清 我们一起来看看 陈月清 你不要等到治疗才开始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结果 我们的发现结果 可以帮助更多的癌友 更多的人防癌抗癌 癌症如果没有血管先生的话 它最多最多长到一点点 陈月清满口的防癌精 说起话来不改新闻人本色 又快又清楚 相较三年前采访她的泪眼婆娑 陈月清和先生苏起走过肝癌 癒后十年 现在把沉重的记忆当作人生印记 从这里陪更多人走辛苦一段路 我常常在想 我说女人比男人伟大 因为我在想假如她生病的话 我恐怕没有办法 花那么多力气来照顾她 她的事业在她的高峰 这个就放开就放开 离开第一线走到幕后 为了专心陪伴先生抗癌 陈月清从新闻第一线退下 十八年转眼过去 丈夫痊愈 家人健康无忧 现在言谈梅雨间 淡定知足 不自觉流露 我的老公说 医生说 我现在已经痊愈了 他们认为十年没有复发 就痊愈了 所以她说 我现在高兴吃什么 就可以吃什么 哇 这下我可累了 所以我就得去想很多的办法 去说服她 告诉她说 哦 不是这样的 明天去台中 去找那个蔡东展教授 然后再去大学 然后去中疗 中疗 对 形势力密密麻麻 比过去跑新闻的日子还要忙 现在她跑的每个行程 跟癌症脱离不了关系 即使是偏远的山区 就算听众只有小猫两三只 为了防癌未然 万苦不辞 陈岳青在跟时间赛跑 跑在癌症发生之前 论场子大小 不管人数多寡 哪里有阐述防癌观念的舞台 哪里她都能去 所以咱们说 需要为创造之母 我最先开始是为了 我先生的需要 我家人的需要 我自己的需要 现在是为了大家的需要 我觉得帮助大家健康 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